中央气象署改之前的中央气象局日前传出弊案 根据政府电子采购网记录调查 气象局在2021年办理预算300万的桌上型麦克风系统标案 当时有4间厂商参与投标11月开标 由出价的258万厂商得标 不过事后遭到检举疑似有公务员让不符合资格的厂商参与投标 通过审查最后影响到开票结果 对此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约谈总共6人 全案潮诈其取材及贪污土利等等方向正办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导